《堪欄之路》 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研究學科 今次我們研究的學科 提到現詢的題目是《艱難之路》 在我们研究之先,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研究学科 父神,你应许就算我们面对各种艰难的时候 你都与我们同在 愿我们大家能够时刻的仰望主 将一切的困难交托在主上 让主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所面对一切的困难 带领着我们走英行的路 将一切荣耀归于天父里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知道艰难之路 就是说很难走或者生活很艰苦 而当时彼佛亚的时代 由大国面对的困难 就是战争 他们不断地遭受外面国家的侵扰 就算北部的以色列国 同一个宗族的 亦都是阿伯拉克的子孙 大家都互相攻打 还有亚述人的侵襲 还有埃及 还有巴比伦 我们看到历史上 在这方面 尤太国 以色列国最后 都是一一被外族所灭亡的 以色列国就是被阿术所消灭 而尤太国最后也是被巴比伦 消灭 我们看到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他们的属灵方面 因为他们背离上帝 我们看到他们所犯的错 有交跪 行无述 学习外邦人的拜邪神的习惯 这些问题 都知道他们失去了上帝的保护 因为首先他们是离弃上帝 我们看看今天的传心节 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七节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 我也要仰望他 当我们读到这个传心节的时候 可能觉得很奇怪 耶和华已经掩面不顾不看你了 为什么你还要仰望呢 其实上帝是慈爱的 那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家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背离上帝 他们首先是不要上帝 但是以赛亚他看到 慈爱的父神 他的慈爱没有改变 所以他坚持要我们去仰望上帝 希望呢 希望呢 上帝是会出手呢 去帮助我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 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故事呢 在这里讲的 就说有一个女孩子 她盲眼的 她就住在四楼 那么呢 有一天呢 她的家里呢 下面就着火 你知道了 住在四楼 就走不了下来 何况是盲眼的 那当时消防员很心急 她又进不了去救她 她就在她家里 外面就摆了一些救生网 但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女孩子是盲的 她看不到的 怎样跳下来呢 最后呢 她爸爸来到 她爸爸呢 就透过这个抗音器 大声就喊了 就告诉她女儿听 你走出窗那里 下面有救生网 你跳下来吧 这个小女孩 听到爸爸的声音 虽然她看不到 但是她相信爸爸所说的 于是她就跳下去 这个救生网那里 也安全地被救了 慈爱的天父 经常借着她的仆人 借着圣经的话语 向她的仪女发出呼求 是要她们回转 要她们避开灾难 但是很可惜 有些人听 有些人不听 我们看到呢 当时这个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充满着战争 其实人类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战争的了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由血所写成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当时由于人的背叛 上帝融让一些很极端的方法 来到提醒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二刹阿书的第八章十一十二节 这里怎样说 耶和说 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 借百姓所行的道 对我这样说 借百姓说同谋背叛 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 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但是第十三节就说到 他说 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敬畏的 就是我们的做物主上帝 世界上有什么值得我们畏惧的呢 没有 因为唯有上帝 他能拯救我们 当我们得梦上帝的拯救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阻拦上帝的手 我们看看 星期日所说的 预言应验了 有什么预言呢 在以色亚书里面 提到 有一个孩子 他由同女所生 大家都很清楚 耶稣基督由同女所生 这个预言 就是说到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由同女所生 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为我们牺牲生命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看看以色亚书的第七章 第十五节 到他晓得 弃恶宅善的时候 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奶油与蜂蜜 是油木民族的食物 油木民族 我们知道 当以色列人 他在埃及的时候 都是油木民族 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都是油木民族 但是当他们定居 在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亦都是耕作 种葡萄 种无花果树 我们知道 当由大国 他们的国家 被阿朔侵袭的时候 很多人 要逃亡 放弃了他们的家园 我们知道 当尼布加利沙王 巴比伦王 派大军攻佔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也把很多的犹大人 带到去远远的地方 就是巴比伦城 使他们离开他们的故乡 但是当然 仍然有些人 留在那里 他们 喪失了家园 他们唯有继续做油木的工作 养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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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当然是吃他们的奶 做些奶油 这就是油木民族的饮食 不是吃葡萄 吃毛花果 这些 这里提到 虽然他们的田地被毁 但是留在那里的油木民族 仍然都有足够的粮食 养羊羊羊羊 都能够维持生活 我们知道 在主前的734年 尼卓亚说到这个阿朔王 他回应了阿哈斯王的要求 当然阿哈斯给了很多金钱 将自己国家的国库金钱 圣殿里面的金银 都送给当时的阿朔王 他就去攻打 北部的以色列国和阿兰王 阿兰王就是现在的敘利亚 当时他们联军 敘利亚就是阿兰王 和以色列在联军 要攻打一个犹大国 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人 北部的国家的人 因为由于被阿朔大军所攻陷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人捉了去 就好像巴比伦王 之后巴比伦王也捉了很多的 尤大人就回到巴比伦城 但是在这些事未发生之前 阿朔大军已经攻占了北部的以色列国 将以色列建成了阿朔的其中一个省份 很多以色列人就带到其他阿朔的城市居住 地方居住 留下一些人 这些人就成为了游牧民族 但是我们看到虽然 虽然尤大的厄运 好像暂时停止了 因为要攻打他的阿兰王 又被阿朔攻占了 攻打他们的以色列国 也被阿朔国攻占了 实际上当时的尤大国 只不过是阿朔国的一个附庸国 那你附庸国就要听话 受阿朔国的管轄 但是很可惜 尤大人又不喜欢 侍奉阿朔王 阿朔国 在主前的732年 大约在以色列国所说的预言的两年之内 这个敘利亚 即是阿兰王 以及以色列王 就已经完全滅国 亡国 这两个威胁阿哈斯 就是犹大王的势力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主前的727年 当时阿朔的皇帝提格拉比列色三世 就被撒曼以色列王代替了 成为了阿朔王 以色列的河西亚王 就背叛阿朔 于是走上了自杀之路 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当他背叛的时候 这个阿朔王 当然不会放过他 于是阿朔人 就在主前的722年 就占领了以色列的首都 这个撒玛利亚城 就将数以千计的以色列人 放逐到美索北大米亚 和马代这些地方 慢慢慢慢的 这些以色列人被同化了 失去了他们原有的 依靠上帝以色列人的特质 上帝其实已经预言到 由大的敌人有什么遭遇 但是很可惜 当时阿哈斯 他怎么都不相信 其实阿哈斯 他不需要拒怕以色列 也不需要拒怕亚南王 他只需要依靠上帝就可以了 但很可惜阿哈斯 他反而依靠人的势力 依靠阿朔 所以他的结局是悲哀的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现今这个世代 有时我们看到这个势局不稳定 我们就依靠我们自己 或者依靠一些势力 但是这些势力是地上的势力 不是上帝 我们想着依靠人可以得平安 或者依靠一些势力就可以得平安 其实错误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 圣经的预言必定会实现 如果当时阿哈斯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 不去依靠阿朔王 他仍然可以大力的国家继续生存 你看到 当阿朔大军攻打犹大的时候 我们看到希西加这个皇帝 他因为依靠上帝 他就可以不受阿朔国的侵害 十八万五千的大军一夜之间就灭亡 因为上帝为他施行拯救 今天在这个世代 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 是自己 是自己所信任的人 还是依靠上帝呢 当然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遇到患难的时候 都明白我们最大的依靠 就是我们的慈爱天父上帝 大家好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回来 一起研究学播 星期一的题目就讲到二见后果 我相信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不需要去怎么说的话 我们都可以意测到它的效果是如何 例如当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很多天空一片很厚的黑暈 我们知道会下雨 我们就会下雨 假如我们不带雨 我们就会变成什么 可能我们就会变成落汤鸡 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地方可以避雨 我们就会预测到有这样的后果 所以在圣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讲到的预测的后果是一样的 记得在大家课上我已经讲到 在前面的时候 上帝一直斥责 一直告诉以色列人听 叫他们不要离开上帝 不要离开上帝犯罪 要相信上帝 这样才能够离开上帝 一定能够立稳 所以是一样的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上帝是很爱我们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学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个又是在这个先知而君王 这里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上帝就类似派很多 很多的先知去劝解他们 肯靠这些子民很亲切地对他们来说 叫他们归回 没有再离去去 没有再逃靠这些外邦人 或者是不信上帝的人 当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整本的伊赛亚书最尾的时候 甚至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们都愿意回归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就是一样的 就是阿哈斯 他就是一样的 当他面对这些敌人的围困的时候 他就去寻求一下 这个阿术的帮忙 以及教他脱离这种困苦 当他的眼神集中 当他的精力集中 在阿术那边去帮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经在历代之下 如果大家方便的时候 你回来看圣经的时候 历代之下的第28章 讲到什么 这个阿哈斯皇帝 当他在这里觉得 也是务力去帮助自己国家 这种危机的时候 而去逃靠阿术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 而得罪上帝 在这个圣殿里面 他拿出很多东西 去献给阿术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阿哈斯拿出什么东西 给阿术王也好 这个阿术王会满足吗 他对这个圣殿 这么小的地方 他会满足吗 不会的 他会回头 让你平安之后 以后他会在最后吞迹你 因为我们知道 阿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 他们的野心是很大 不仅是疑似 并且他们是很空神恶失 他们是很恶的 很尘忍的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在历史里面记载的时候 当他们占胜了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将那些俘虏 甚至将那些皇帝 杀了之后 挂在城墙的门口 就敬夸他们的胜利 敬夸他们的力量 赞美他们的乙邦的神 所以 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些阿术王在乎这个权力 这个权 今天是一样的 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国和国 很多国家 当他们来到大选的时候 为了要争争这些权的时候 互相互相互相批评 甚至可能搬出一些不是事实 甚至是拿出一些手段 去伤害到对方 为了什么呢 要击打对方 而能够得到这个权柄 这个权力 其实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从始到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沙特 他就要从上帝那边 拿到这个权力 这个宇宙的权 所以当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 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给他这个权柄力 管理上帝所创造的时候 为什么沙特要来攻击亚当呢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权 所以今天这个权 使得很多人就跌倒 所以当时 当时阿哈王 阿哈斯王 就去徒靠阿朔 当他热去徒靠的时候 他所做出的事 就会得罪了上帝 所以诗篇里面 118篇的第九节 都这样欠面我们 他说 徒靠耶华 强此依赖王子 是吧 我们要徒靠 因为这个世上 所有一切的事 都是属于上帝的 属于上帝的 所以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什么 能够胜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虽然有很多时候 有些事情我们是能够看到 又是摸到 或者是尝试到的 就好像我们看那些大国 他们的经济的强盛 是吧 或者是他们的军火 是很厉害的 看到的 是吧 看到 但是这一切 看到 但是未必是真实的 是吧 未必是真实的 好像今次 我们可以看到新冠肺炎 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整个地球 都得到这种病痛的 参与的时候 有很多强角 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医疗很好 但是反过来 他们的感染率是最高的 死亡率也是最高的 所以各位给我们看到 不是强势的国家 一定是必然能够有这个优势 所以我们要学习 在《哥林多校书》四章十八节欠免我们 《哥林多校书》四章十八节欠免我们 原来 保罗这样说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哪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现的 所以保罗欠免我们 我们所见到的 所看到的 所捉到的 所品尝到的 未必是真实 所以我们要去顾念 那些是不见到的 所以我相信 从圣经当中 都给我们过去 有很多提示 好像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见到埃及人 他们强盛的兵队 去追他们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这些很强的埃及 全军覆没 在这个洪水 在这个洪海里面 上帝就将他们消灭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约斯雅 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们手都没有什么武器 他们只是每天 照圣经所说的 照上帝所说的 围绕哥城一圈 第七日有七圈 这个耶利哥城 全部都沾下来 我们再看看 圣经最前面 所被我们看到的 当这个地球是如何? 是烟绵黑暗 混沌的时候 当上帝说 有缸就有缸 上帝说 要什么的时候 就有什么 所以各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上 没错 我们人和人之间 我们要和系的共处 但我们真正所要依靠的 就是我们的上帝 而不是依靠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唯有上帝永远的 弟兄姊妹你们好 我们又来到星期二的学科 今天的主题是 明智有何意思? 我们首先翻开 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四节 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耶和华对我说 你取一个大牌 拿人所用的笔 写上马克以沙拉 勒哈斯巴斯 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 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 撒加利亚记录这事 我以彩亚与妻子同失 他怀孕生子 耶和华就对我说 给他起名叫 马克以沙拉勒哈斯巴斯 因为在这小孩子 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 大马式的财宝和 撒马利亚的老物 必在亚瑟王面前搬了去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很有趣 上帝要以赛亚生第二个儿子 改了一个名字 中文字是有十个字的 叫做马克以沙拉勒哈斯巴斯 意思还很恐怖 是叫做 就是劳略速临 抢夺快度 其实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的呢 我和你分析一下背景 原来这个是当阿哈斯 他做王的情况下 他是投靠了阿述 他是离开上帝 不向上帝祈求的时刻 但是我们觉得很有趣 如果只是说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 因为人的背叛 上帝就容许这个劳略速临 抢夺快度 可能我们心里面不太平衡 很多时候给了一些人的误解 就是在旧约的上帝 是很残忍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 还记不记得和大家分享过 以赛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耶和华拯救 其实以赛亚的使命 是要在衰败的日子的时候 激发以色列人的信心 使得神所受到危害的旨意 能够在相信他的愚民身上 是得以保存的 我们研究了第二个儿子的名字 不如我们研究一下 以赛亚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其实他第一个儿子叫做 施亚亚术 施亚亚术其实也有他的意思 既然以赛亚是耶和华拯救 他第一个儿子就预言了 一个愚民将要归回 很有趣 如果说一个愚民将要归回 意识就是说 以色列人曾经要被老 被老后才有归回 以赛亚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因为他预言到以色列人不单止被老 如何在巴比伦人的手上 最后如何归回 甚至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都在以赛亚书当中 所以耶和华的拯救不是很狹窄的 耶和华的拯救是会不单止 说到归回的时刻 就是以赛亚第一个儿子的名字 亦都说到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 当我们坚持离弃上帝 去拜偶像 投奔外邦的时候 他说 劳略速临 抢夺快度 我们看到 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亦都没有说一下子 就将人完全毁灭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 我们看到 这个名字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除了以赛亚 然后大子 施亚阿述 然后马克以沙拉 勒哈斯霸斯他们的意思 其实上帝经常用名字的意思 来预表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 那么你会想到什么名字呢 没错了 我们一定会想到有关耶稣 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你还想到什么名字呢 我也想到 马土撒拉 大家记得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当他死的时候 洪水就来临了 那的确 原来洪水来临那一年 就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到 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 没错了 以色列其实就是 雅各的原名 以色列的原名就是雅各 而以色列是谁改的 是上帝亲自为雅各改的 是什么时候改的 是雅各 他与天使教力的时候 上帝说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胜 虽然我的大腿 他的大腿骨 被天使一摸 就变成了却腿了 但上帝说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胜 从今以后你就改名为以色列 是同神与人教力的得胜者 今天我们讲到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 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我们最需要的是 要靠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要过着得胜的生活 是要同神与人教力都得胜 这是真正以色列的意思 然后我们发觉今天看到以赛亚 马克尔沙拉 勒哈斯巴斯 都有不同的名字 我们想想 其实上帝给你与我的名字 我们今天的名字是父母给的 我们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你得胜的时候 启示录告诉我们 去到新天新地 上帝要将新的名字给我们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名字 是根据上帝在我们过往的 在地上的得胜的经验 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 重新会给我们一个名字 我们看看今天学科最后的一段 他这样说 他说 虽然自清是他百姓的 却一再犯错 主耶和华仍然乐意拯救他们 我们如何可以将这一项的原则 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 是一再犯错的时候 究竟上帝是继续去拯救我们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确是一再犯错 特别是阿哈斯 他如何再拒绝上帝给他最后的机会 他仍然是去投奔阿朔 以及去拜偶像 但是上帝呢 是容许这个劳略速临 抢夺快度 但是事实上 上帝仍然是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并没有一下子就将他完全毁灭 我们想想用在我们个人身上 尤其是有没有试过失败的经验呢 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 失败的时候 你有什么的感受呢 要记住 当我们在属灵当中的失败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失败 也许我们觉得上帝指出了我们 就是一个罪人 这个才是救赎三部曲的第一部 是上帝救赎我们的一个开始 记得我们在第一周的星期二说过 当父母要指出他的孩子的错的时候 并不是想将他杀掉 是希望告诉他 我已经救了你 我已经爱了你 我已经赦免了你 希望你回转 不要再犯错 归向我 今天上帝一样 他给阿哈斯或者那些子民 他们去明白 今天的劳略畜林 抢夺快道 的确是来到了 目的不是要你完全的灭亡 要记住他第一个儿子的命 一个愚民将要归回 要记得以赛亚的命 耶和华是要拯救到底 我已经拯救 你归回吧 今天分享到这里 愿我们每一个都归回上帝 各位观众 欢迎再回到这里 一起分享安息学科 星期三 今天说到 我们的敬畏上帝 就无所畏惠 当然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 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害怕 罗斯福是美国的总统 他曾经在一次的院舍中 说了一句话 那时候刚刚是 这个经济的大萧条 他说 我们唯一的惠怕 就是惠怕本身 他说这句话 到底有什么含意 他说 我们唯一的惠怕 就是惠怕本身 原来很多时候 害怕是我们自己所引起的 害怕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耶稣基督已经说了 上了星期学科 我可以你痛在 他已经被我们允许了 但有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仍然有很多害怕的心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怕 船头又怕沉 船尾又不安全 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害怕的情 在我们心中 但是 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了 虽然 虽然 我们会经过死因 幽谷大卫 但是 我都不以害怕 因为上帝的肝 的象 都会安慰我们 因此 他说 具怕是我们自己本身所产生的 外来的那些压力 外来的那些东西 其实不会使得我们很害怕 那只是给我们一种压力 但是害怕我们本身 到底我们会不会接受到呢 到底我们要不要呢 害怕 我们知道了 很多时候 我们都经过一些的考试 我还记得 当我考车牌的时候 那个考官都说 不用担心的 不要害怕 当然教车师傅说 不用担心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一上到车的时候 一去开个档案的时候 那个波位的时候 我是用这个手波的 我一放波的时候 油门踩不够 就死了火了 大家都知道了 考官坐在你旁边 你的车死了火的话 那时候我沉透大汗 心跳得很快 害怕 那个考官都很仁慈 OK 我多给你一次的机会 给多你一次的机会 其实没有的 我知道你很紧张 很害怕 我多谢考官 多谢多谢 又是慢慢的 这次就很顺利了 就能慢慢的 一个自动 这个手波 放了波之后 慢慢的 踩一些油 就可以走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一些的环境 或者一些的状态 或者一些事情 就令到我们 一些的委惧害怕 所以罗师傅说得很对 他说 惧怕那件事 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愿意去领受 或者我们愿意去接受 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害怕 经威 上帝 圣经说是不会害怕的 所以诗篇给我们很多安慰 经威耶和华的人 就不会害怕的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看到很多的事情 今天在我们目前的环境 尤其是这个疫症 还继续流行的时候 我们都很害怕 什么时候轮到我 什么时候或者我们中了 我时常都和家人分享 只要我们靠信上帝帮助 只要我们自己保护得好的话 不需要害怕 同样的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只要我们每一天 我们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英会 只要每一天 我们愿意去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 只要我们每一天 我们愿意在上帝的家中里面 就是上帝的保护网里面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保护网 当保护网围着我们 只要我们不离开保护网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人往往害怕 基督徒往往往害怕 因为他离开了保护网 就是觉得自己不安全 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不要拒 不要害怕 圣经也有很多章节给我们鼓励 约翰一书说 爱里面是没有害怕的 所以只要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会害怕 就好像爱我家人 爱我孙 我孙是不会害怕我的 他会害怕其他人 他是害怕陌生的人 但是他不会害怕我 因为他知道我是爱他的 跟随时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这门功课我们每天都要学习 我们不要给我们本身那种害怕 来打倒我们 我们不要给我们本身那种 或者是撒旦给我们一些声音也好 或者撒旦给我们看 一些事情发生也好 我们就开始害怕了 我们不要有这种态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虽然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 虽然基督徒不是每一天都觉得很顺利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是相信上帝的话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上帝都在我们前面为我们解决 上帝不会让我们站在前面 他站在后面 上帝永远是站在我们前面 上帝永远是帮助我们挡住一切的困难 上帝会帮助我们挡住一切的试探 上帝会帮助我们挡住一切的试探 上帝会帮助我们挡住魔鬼一切的攻击 因为它是我们的团牌 它是我们的避难所 今天我们还要害怕什么呢 所以刚才我所读的圣经章就是说 在约翰一书 《大四章》《大八诀》《十八诀》 我们的朋友 因为他知道这些是 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上帝的保护之下 我们在这个保护网里面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是敬畏上帝的 所以圣经说敬畏网 就是知识的开端或者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会似乎给我们 我们还害怕什么呢 各位 今天害怕是魔鬼所给我们一些 或者是幻觉好 或者是魔鬼给我们看到的害怕好 但这些我们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胜过了魔鬼 当他说了《成了》那句话的时候 他来胜过魔鬼 当他胜过魔鬼的时候 我们还担心什么 就好像正我所说 当我拿到车牌的时候 我就不再害怕了 当我开车的时候 我就不再害怕了 因为我有信心了 因为我已经拿到牌了 同样的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提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还害怕什么呢 圣经给我们很大的 安慰 因为在爱里面是没有疲怕的 圣经给我们这种应许 我们根本是不能够去理解的 因为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毒生子刺给世人 叫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是我们真的不能完全的了解 为何上帝会爱我们这帮罪人 为何上帝会赐了耶稣基督给我们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 各位兄姐妹 盼望我们每天过着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邀请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我们再没有那个疲怕的心 来面对一切的困难 我们再没有那个疲怕的心理 在我们心中 原上帝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能够继续相信他 使得我们能够知道 他一定会带领我们 星期四的学科 就让我们知道 和这个敬畏上帝 刚刚是相反的 就是说到什么 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就会活在这个幽暗里面 你和我都会问这个问题 谁到底是忘恩负义的? 其实各位弟兄姐妹 你和我如果说得不好听 都是忘恩负义的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你和我都是忘恩负义的? 因为你和我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将上帝当作一回事 我们都不将耶稣基督 当作我们的救主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信仰就好像黄大仙 有求必应的那种心态 没有事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找黄大仙 有事的时候就去找黄大仙 因为临时抱佛脚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有心态 当我们看回以色列国 或者是犹大国的时候 看到那班人忘恩负义的时候 我们又问一个问号 为什么他们这么蠢? 明明知道上帝一直会带领他们 明明知道撒旦是使太 但是他们仍然接受撒旦 不接受耶稣基督和上帝 当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 我们时常都会问一个问号 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会这么蠢? 他们不愿意去悔改 他们继续背叛上帝 我看到不但以色列民 反映国王都是一样 都是离弃上帝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但今天我们想一下自己 我们会不会重处覆车? 我们会不会像那班以色列人一样 虽然上帝是保护了我们国家 使到敌人不能侵入 上帝让他们不会有旱灾 上帝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 上帝让他们有一切需要 但是他们仍然是选择来拜偶像 他们仍然选择来跟着邪恶的事情 所以上帝就在这里就戚择他们 他说为什么你们是忘恩负义的一群? 为什么我几百年来 有埃及带你们离开到迦南的时候 你们继续反叛我 上帝真的不明白当时的人 他们心中要所做的 真是明白他们为什么 我一直保护 我一直给他们的需要 他们仍然的回头 来回回他的角度里面 今天我们同样问一个问题 问回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从历史 就带给我们一个借镜 因为历史是一直的重复所发生的 所以昔日由大人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也同样会发生在教会里面 因为当我们渐渐的 和上帝的那种关题 没有那么密切的时候 当我们渐渐的对这本圣经 是没有兴趣的时候 当我们渐渐的要回到教堂 是觉得很闷的时候 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生命 上帝给了我们空气 上帝给了我们的食物 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 他没有要求我们给回报 上帝有没有收我们空气的钱 没有 上帝有没有收我们阳光的钱 没有 上帝有没有收我们雨水的钱 没有 他白白赐给我们的 因为他爱我们 就像上帝说 爱里面不要惰怕 当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那种悔的心 我们有没有上帝 我真的在你面前要流泪痛哭 上帝求你帮助我 我能够不会忘恩负义 求你帮助我 每一天我都仍然接受你是我的救主 每一天我都会花点时间 以你一起的交往 以色列人忘恩负义的后果是什么呢? 历史告诉我们 上帝首先藉着阿朔国消灭了 以色列就是北国 上帝以后就用巴比伦来消灭了 这个犹大国 后果就是国家被消灭了 上帝说你们要在天下抛来抛去 所以以色列人今天也是 在天下被人抛来抛去 因为他们是忘恩负义 上帝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三次 无数次的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之后 转过头就忘了 就忘记了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再看回 我们若果将我们摆在这个历史里面的时候呢? 我是当时的犹大人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 离开了这个罪恶 今天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继续地想上帝 你会不会赦免我的罪?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这个世界上 是拯救罪人 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 不是拯救罪人 是要消灭罪人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很快回来了 当我们看到这个事兆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圣经中 所给我们的出话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是非常近了 我们这班信徒 我们这班自称是愚民教会的教友 我们这班自称是基督福林 在社会的教友的时候 那我们会不会每天带着一个悔悔的心 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 我们的悔悔是上帝所接受的 我们每一天 我们会不会真的花一些时间? 上帝 我要和你沟通 求你帮助我预备一些时间 我要来读经 我们来祈祷 我们要感恩你,上帝 每一天盼望我们要感恩你 因为你每一天赐给我们 所有一切的东西 每一天你给我们有工作 每一天你给我们有健康 每一天你给我们有快乐,上帝 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疑的人 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时候 那个借敬今天就摆在我们面前 当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决定呢? 上帝是很民主的 上帝是愿意地将一切决定 摆在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做任何的决定 上帝都不会戒怀的 我们做坏的决定 上帝就会很难过 当我们做好决定的时候 上帝就会很欢喜 各位大兄姊妹 盼望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疑的基督徒 上帝是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 各位大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我们会不会做一个忘恩负疑的基督徒 或者我们会不会做一个忘恩负疑的儿女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阿爸 我们是鱼女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鱼女不会忘恩负疑 上帝也是一样的 他都盼望我们不会是一个忘恩负疑的基督徒 大兄姊妹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很忠实的基督徒 上帝已经是给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盼望我们能够每一天 我们都感恩上帝 上帝感恩你给我们一切的东西 让我们每一天都过着非常非常灿烂的天 让上帝祀福我们 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不会做一个忘恩负疑的基督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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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